安波篮球快讯 2021年4月8日 辽宁飞豹市复仇新疆飞虎 周四晚上 CBA常规赛由场瞩目对决上演 届时对阵的双方为辽宁飞豹和新疆飞虎 新疆飞虎上仗遭遇一场大败 球队士气备受打击 此番面对正处于连胜之中的辽宁飞豹 新疆飞虎还是少捧未妙 上仗对阵吉林东北虎 辽宁飞豹大部分时间扮演住追赶者的角色 尽管第三节短暂反超比分 但在第四节开局阶段 吉林东北虎又再次将分差拉开 第四节末段 张震霖开始发力 一人连得八分一举奠定胜局 最终以109比97逆转吉林东北虎 赢来三连胜 本场比赛 辽宁飞豹6人得分上双 内线占尽优势 张震霖交出19分 15个篮板和6次助攻的全面数据 大江韩德军有19分和11个篮板进账 另外两名中风富豪和朱镕镇 则合力贡献24分和12个篮板 可以说辽宁飞豹现在内线优势巨大 不过和内线相比 辽宁飞豹外线表现则要逊色不少 只有外援 欧倦梅奥 11分和K福格 18分 得分上双 手感冰凉的赵继伟 只有9分进账 还出现了4次失误 值得一提的是 头号球星郭艾伦 有望在本场比赛付出 此次的回归将会很大程度上 提升球队的整体实力 增加攻击手段 战术也会更加丰富 毕竟双合之一的郭艾伦不在 赵继伟有些独目难知 更为有力的是 辽宁飞豹近期取得一波三连胜的佳绩 球员士气 无疑更胜上仗失利的新疆飞虎 金杖不妨看好辽宁飞豹 顺利再下一城 阵容方面 前锋李小旭因伤缺阵 新疆飞虎目前已锁定联赛第四的位置 余下的几轮常规赛 对他们而言不过是走过场 练兵意义大于胜负 上仗对阵青岛雄鹰 对方达里奥斯亚荡斯 和达凯伊庄臣的双外援组合 击垮了新疆飞虎的防线 特别是外援达凯伊庄臣 全场斩下31分 10个篮板和4次助攻 重创了新疆飞虎内线 也压制住了他们的进攻节奏 虽然周琦和蒙迪祖拿斯的双塔组合合力 斩下35分 18个篮板的数据 但还是莫能帮助球队获胜 最终新疆飞虎117比136爆冷输球 不过从主帅阿德江的赛后言论可以看出 练兵才是主要目的 本场比赛 新疆飞虎报名的12人有11人斩获分数 唯一没得分进账的便是于德豪 此子正选出战11分钟 除了一次外线出手外紧留下三个篮板和两次助攻的数据 并早早被罚出场 本赛季六贩下场的次数多达10次 简直是CBA中的犯规狂人 对于新疆飞虎来说 双塔战术依然是他们取胜的保证 但鉴于季后赛即将开始 而且球队莫有成绩压力 阿德江可能不会在最后机场常规赛中依仗主力队员 并让年轻球员得到更多锻炼机会 这对于迫切想复仇的辽宁飞报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阵容方面 前锋梁英琪和刘立鹏等人因伤缺阵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波篮球快讯 李亚西报道 请关注我们的社交媒体 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关注我们的社交媒体